哇靠帅猫啦 看成老巫某 大家好我是地母多多 好久不见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掉毛季 猫掉毛 可是一张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 而我们家有三只猫 这毛掉的 哇往身上一蹭 哇你看就一身毛啊 随便一撸一把毛就下来了 但是大家也清楚 我家都是三只母猫 没有蛋蛋 我可是内心里非常想养一只猫猫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所以今天除了给它们梳毛 我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用毛给它们做蛋蛋装上去 看看母猫突然长了蛋蛋 它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撸毛要先挑软柿子撸 来 软柿子 你现在很出名知道吧 你是我家出了名的软柿子 先拿你开刀 OK一面饼 继续 哇 爱撕鸡膜人 专门撕猫膜 随便露露就乳下来这么多毛 好下一只 第二只受害者就是你 Oli Oli 掉毛好像没有理由掉的这么厉害 毛长得比较死 Luna 知道下面是你的对不对 走 剃毛 对付Luna 我只能记住我的神器 不过前几次有观众说 这个东西套着不透气 对吧 所以我们给她的鼻子留一个位置 我膝盖的袜子 我穿上看 Luna 这样子既透气又能防止Luna她咬到我 真的是太完美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诺贝尔奖 专制中华很凶猫 哇 可能还有一些新来的同学会质疑我 为什么给Luna带个臭袜子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带臭袜子 给她束毛会是什么样的 救美啊 各位知道了吧 给毛捋好毛 我感觉我自己都要变成一只猫了 这个毛真的是太多了 我们先不管我们身上的毛 来 首先来看一下 猜猜看哪头乌云是哪只猫的毛 好 这个是Lio的 Oli掉的毛最少 对吧 Luna掉的毛最多 好这三坨毛呢 做蛋蛋 好像有点太多了 不如呢我们就先给他们做三顶帽子吧 就我的粉丝呢发给我看很多这种尖尖的帽子 对吧 说很好看 也想看我们家猫袋 所以我今天也就做一个 像我这种手艺出众的男孩 经常都是自己动手做东西 所以这顶帽子对我来说肯定不是什么男士 好 差不多吧 我称它为乌云雷电帽 来 谁来试戴 它不可戴 它只能给Lio戴了 扣上 也太怪了吧 Lio 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 纠纸雷电帽 来 合影 好帅啊你 Lio你是不是自己也知道这顶帽子贼帅 都不肯脱下来了 帅的叶皮 好 第一顶闪电帽已经做完了 但是做三对蛋蛋的话 这点毛还是太多了 有点浪费 要不我们再做一个凶毛试试看 让它变成一个熊狮 又要展现我的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般的记忆了 OK 我能想象猫咪要变熊狮了 真的是熊狮吗 真的是熊狮吗 应该是熊狮吧 不是 哈哈哈哈 它感觉长了大胡子对不对啊 哈哈哈 狮王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就像宠物小精灵的什么 伊波 对 伊波 是你吗 伊波 是你这家眨眼 诶 眨眼了 熊狮是长什么样的呢 它上面也有毛啊 哦 那要改进一下 你这个流还有点错 OK 星宝 石子王 星宝 哈哈哈哈 我靠这个实在是太屌了 这绝对是我设计的 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利欧是不是瞬间就变成了一只熊狮 这是我们做的石子王 这是这个石子王 像不像 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像 哇 没想到我既然这么有这个艺术天赋 我决定给露娜 做一顶戴翅膀的帽子 让她有这种能飞起来的感觉 好吧 好吧 OK 这就是我为露娜准备的天使之帽 你看 就像一只海鸥一样 长着两双翅膀 让露娜感受到飞翔的感觉 好 我相信露娜肯定会喜欢这顶帽子 露娜 来啊 给你戴漂亮的帽子了 露娜来啊来啊来啊 露娜来啊来啊来啊 露娜来啊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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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露娜来啊来啊来啊 露娜来啊来啊来啊 露娜来啊来啊 这些帽子挺适合你啊露娜 这是格格的那个顶上的吧 哦对对对 格格 你怎么变环珠格格 在乔村上来说 Traffic 帽子挺适合你啊边儿 attacks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